歡迎來到Broad and Cut Games的教學 現在繼續是汽車傳奇的遊戲教學流程 剛剛也說過這個遊戲有四個回合 五個回合有九個階段 剛剛上一節就說了一二四個階段 現在就會到第五個階段 第五個階段就是你可以透過你的銷售員 用賣車 每個銷售員就可以賣一部車 你可以在一個陳列室 我們可以賣車把銷售員移到上 或者下一格的賣車 例如你在中間的車 你選擇去到低價車或者高價車 這樣放過去 這樣放 完成 好 如此類推這樣放 就可以賣車 還有每個市場中高低價的車是有優惠的 你們會去到每個人放一個 有霸佔的地位 你這個行先 都可以選擇人物的順序 選擇人物的順序 然後到這個 扭擦 之後就是階段五 到階段六 階段六就是一個叫行政決策的階段 好了 這個行政決策的階段 也是一個排第一個 可以選擇 好 每個人都選擇 選擇 OK 有幾樣東西可以選擇 第一樣東西可以關閉一個生產架 這個是生產架 沒錯 跟剛剛第三個階段 其中一樣東西是一樣的 可以關閉它 你就可以拿回損失的方法 以及你可以拿回零件廠 OK 這個關閉生產架 只有一個玩家可以選擇 好了 第二樣東西 就是購買一個廣告的標記 廣告的標記就是白色一些 好了 怎樣購買呢 很簡單 你買一顆 可以買這個先的 你要給兩個研究方法 對 之後買一個就有一個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C 你可以選擇的決策 就是提取折扣的標記 這個就是折扣的標記 好 這個有兩個 不知道我拿了一個 對 手法又拿兩個 好 D 有一個選擇的就是 什麼都不做 都不要緊 好了 然後到階段七 階段七就是 我們剛剛之前 會摸了一些這樣的需求方塊 每個回合摸的章數都不同 以及這個方法 決定在哪個檔次的車 銷售都會不同 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 show這個方法 我們就要計算這個方法 可以買到多少 你可以買到多少 對 好了 之後呢 為什麼這個方法這麼重要呢 因為 我們去到的 第八個階段 對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計算 這個階段就是損失和 貸款利息的階段 那是什麼呢 那 如果 你之前 生產了很多車 OK 而你又 根據這個需求 這些東西 還有一些車 你賣不出的 好了 這個時候就會損失了 那損失的方法 我們就會看一下 這個 這個表 對了 你會拿一個損失方法 那你有多少方法 你會扣多少錢 就是這麼簡單 對 還有呢 如果你之前 你曾經貸款過的 OK 那你現在就要 必須為你的貸款 去到付利息 那利息就是 它的10% 即是如果你借到500元的之前 OK 你在這個時候 這個階段 你就要付50元了 好 然後到最後的階段 就是回合結束的階段 OK 那我們就會把版圖上的 所以我都會移出的 就是這些 我就會移出 移出了 好了 那 然後我們再會 感覺一下 這些人物 去到一些東西 即是重組 拿一些標記 這些研究方法 都放在人物上 那我們 我們如此力推 就去到 進行這個 九個階段 四個回合 到最後 就誰 最多次 就贏出這個遊戲 那汽車轉旗的遊戲隔行 就到這裡